今天是6月3日 即是6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市场有比较明显的反复 因为上周五美股跌成200多点 日股亦跌400多点 有少少反复根本上很正常 但相对来说幅度也不是那么大 很可能因为港股由2月4月开始 已经步入一个叫中期的调整之中 之后由23944跌至21413点 累计跌幅2521点 这个亦是2013年暂时高低的波幅 即是说在这个波幅里 指数无论升2000跌1800 都是波幅市 只是指数如果走在10、20、18和50均线下 感觉上就不是那么好 因为整个形态是处于浴市底的格局 所说的底是21423点 反过来 如果只要升到1000点 或者几百点 回到10、20、50、18点 整个形态也会转移为浴市顶的形态 所说的顶 大位当然是23944点 一日未升或下跌之前 其实还是波幅市 等变的意思 6月初中的市 如果轻轻向下走 其实也不是一件太坏的市 因为先低 至必然有条件后高 是829点 8-689是对 8-689 升到近期高 15942点 狂升了一倍 一倍又没有 但绝对已经有80-90%了 稍微有些调整 有什么出奇 升了足足七千三百二十三点 你想想 调整两千多点 或者二三千点 根本上很正常 这个世界哪有止升不跌的股票 跌完之后 就要看基本因素 基本因素 就是200货币政策 流动性的资金是否这么充裕 经济是否持续复苏 利息是否持续低水平 这些条件 只要不变 任何调整 都是一个技术上的 因为一些基本因素 没有变 最终来说 都是由基本因素拉动 即是市场又要再走上去 这个只不过是 急升后的技术上的调整 或者是中期调整 好了 先看看指数 早段是低于90点 是22,301点 本来这个日中是低位的 之后有个反弹 上去是22,600 我看看这个指数 刚刚遮着指数 反弹上去22,564点 之后就有少少反复 有波幅 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 最终的指数跌下跌下跌下 又再跌穿22,301点 再进一步 曾经低见22,249点 即是说 由23,510点开始的回调 仍然处于一个反复 是低位的格局 是否是穿21,423点 这个范围是以后市截 暂时来说不知道 高低脚 或者是平脚 或者是低高 多少都好 都要等它出来才知道 但我仍然维持 六月份初旬 如果市先行跌一跌 找一个低位先 反而有利 后市是进一步向上推 但不止 还要看A股 A股 今天就有少少整固等变的格局 其实 三地的股市来说 我觉得就好像 A股稍微稳定些 可能真的没有什么 有点升 而且一直都是主要低的水平 所以人家调整 没有什么条件 调整 上证指数 由上个月的低位 5月2日的2161点开始的反弹 但技术上已经是 漸漸形成一条短期的上升轨 只要稳守这条短期上升轨 形态是有利进一步向上推荐 但不知 暂时的阻力就是2350点 这是一个小商店 到底中央政府有没有政策出来 或者是市场的人士如何看法 其实这个最终都要稍后撕资 但是初步看回 由于过去一个星期 A股两地 护心两地的成交加上 加上2千多亿 似乎有些少少春光鸭的味道 即是说 有些资金先行入市 为什么会先行入市呢 有什么驱使你先行入市呢 或多或少都有期待 有期望 所以很可能也暗示了 稍后应该有政策出来 例如像香港那样 九灯 电能实业 煤气 很硬的risk 一直都是跌 近期来说 亦都回调的幅度都不小 传统来说 这些全部都是避险的投资组合 无险可避 就是基金沽出来 买一些进取型的投资 即是说 如果这样做的话 往后的事 下周的上升会比较明显 因为你持久灯 持电能实业 持煤气 没有太大的憧憬 既然你是避险的意思 但既然你不避险 你买一些进取型的股份 你自必然就有一个 上望的目标 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即是说 下一阵如果声势要来 我自己觉得 一些传统的南丑 包括银行股 地产股 或者 内银 内险 内房 家电 汽车股 等等 都会成为资金力追的对象 当然 最近新上市的两只 一只是银河精卷 另外一只 就是中年化 不介意少少少反覆 现在的价钱 买一些守门口 问题都应该不会太大 好了 讲到这里 我待会要去九龙总博 明天就跟他们讲 谢谢大家